农历春节车潮逐渐涌现 要提醒民众行车要格外小心了 瑞穗乡193县复原段 今天上午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陈姓男子开小货车时 突然撞上路边的道路指示牌 驾驶与一名乘客受困车内 而货报后赶抵现场的警销人员 合力将两人救出 送医整治后 索性两人并无大碍 画面中蓝色字小货车车头严重凹陷 就这样卡在路旁的道路指示牌下 货车驾驶与另一名乘客受伤 受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货报后火速赶抵现场的警销人员 即刻救援 合力将两人顺利救出 送医救治 派遣复原916691 复原1361级毅里管腰车前往救援 到达现场后顺利将两名患者脱困 送至凤云荣林医院救治 这一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今天上午8点多 地点是在花193县复原段 成型货车驾驶与友人 开车行经该路断时 不知何故突然冲撞到路旁的道路指示牌 两人头部与脚部受伤送医 成型驾驶经警方酒册 结果酒册职为零 并无酒驾情势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 也证深入调查 经本所远警到达现场处理 系自小货车 于193线由北往南行驶 不慎自撞到同路向路边指示标线杆 自驾驶人头部受伤 另一名乘客脚部擦伤 经救护车送往凤林农民医院救护 两人均无生命危险 驾驶人经酒册职为零 凤林分局分局长简龙宏也呼吁民众行驶193线路段 要格外注意前方路况 必须注意对象来车以及车速不可过快 并遵守交通规则 多一分注意就可以减一分灾祸 以确保行车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道